高雄前鎮的登革熱疫情 昨天在新鎮四例 目前累積有七例病例 都是登革熱第一型病毒 且在同一波疫情警戒範圍內 市府做環境採檢 發現有五十二處積水滋生病霉紋的點位 將持續對警戒範圍內的十三個里 擴大清潮及環境整頓 工作人員沿街噴藥消毒 遇到排水溝或草叢等 更不能放過 因為高雄前鎮的登革熱疫情 持續擴大 衛生局目前已擴大採檢 八百零六人 十一號再新增四例確診 檢驗後都是登革熱第一型病毒 全在同一波疫情的警戒範圍內 目前累積共七例確診 三合一的策略就是擴大採檢 然後消滅病霉紋 那以及擴大環境的整潔 高雄六號出現首例病例 市府擴大環境採檢四千多個地點 發現其中有五十二個病霉紋陽性點 將持續對警戒範圍的十三個里 擴大清潮 衛生局人員搬開擋在門口的家具 發現門被鎖住 準備請警察開鎖 入內檢查噴藥 除了積水容器 不流動勾斷等外部環境清消 擔心疫情的民眾也自主居家消毒 高雄目前是登革熱疫情 耗發期 除了提醒民眾注意居家環境 若有發燒 關節肌肉痛 紅疹等症狀 也應盡速就醫 另外民眾入境後五天內或發病兩天內 經主動通報而確診 市府將發獎金兩千五百元 希望鼓勵民眾主動就醫及早診斷 記者 孟昭全高雄報導